這太遠了吧 太遠嗎 小畢你等一下再講你要哪裡 小畢業 這小畢業 抱歉是這邊嗎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OK啦 詩安你好 來 先進我的麥克風 跟大家打個招呼啦 嗨 大家好 所有的媒體大哥大姐們 你們好 我是陳詩安 嗨 OK 沒關係 因為我本來要讓他拍照了啦 喔 好 對對對 來 所以呢 是要給我今天穿這麼帥 不囉嗦 背板前方心 好好的定格拍一下下 我剛好跟大家說 來 先退一步 陳詩安今天一身靜裝啦 剛提到過 如果這個場內的記者會呢 舉辦完了之後呢 天氣狀況許可 我把這個詩安拉到外面去 在這個錄台上面 跟這個101 切勾之爪 切勾之爪 再來拍攝一些帥氣的照片 然後陳詩安呢 他今年也多了一個新的挑戰 他多了一個公司 老闆第一位的身份 他曾經自己的音樂公司 希望能夠打造出更多更優質的全新作品 好 詩安 走左 到這前方 右手邊照顧一下下 雖然隔著這個 風狀 我還是有一邊看到了 陳詩安隆吉的手機 他真的還是有在鍛鍊的 時時刻刻都要把自己套在一個最好的狀態 這就是陳詩安 好 大家OK嗎 好 右手邊再看一下下 師傅有沒有練姿勢 對 你看 毛病誰不是換一個吧 好 對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真的 已經相隔兩年了 真的齁 對 對 對 我算是一個發片非常慢的歌手 我知道 對 我從前幾張就決定了 我要打破這個 這個這個詛咒 真的嗎 對 但是從來沒有傳播過 沒關係 二零二零年好 好歹十一月份等到你的新歌 是是是 接下來二零二一希望有個好的開始 是是是 對 所以 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這個 索尼音樂旗下歌手們的動態 對 就會發現 欸 他們陸續有在釋放出一些消息 包括有Vivian J-Shun J-J Joanna 然後呢 他們都有說 欸 有一個好朋友要來到我們這個 Sony Music的家庭囉 對 所以今天就是你啦 對 對 對 恭喜你加入Sony Music Family的懷抱 謝謝 謝謝 給孟晨真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Sony是一個非常暖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歌手們的支持 還有我們公司所有的同事 其實給我很多很多的鼓勵 所以我在 因為我的歌也是 今天就已經上架了 所以我們中間有合作 已經開始做一些事情了 那在那過程中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我真的 也很溫暖 從上到下 每一個歌手 每一個工作人員 都像是一個家庭一樣 家人之間彼此互相的關心 對 然後那個Sony的那個 那個辦公室的懷抱也很好聽 真的喔 對 對 這個很重要 千萬幾的是不是 就是不錯的 對 我喜歡的 是你喜歡的 你想買的 跟我家的一樣 喔 所以果然是有品味啦 有Sense嘛 對不對 是 不過聊到說 你今天這個新歌 《心之所望》 也正式的上架了 對 這個歌聽說很熱血 跟那個 籃球 灌籃高手沒有一點關係 HBL 高中假期聯賽的主題群 聊一下 我其實覺得非常的榮幸 可以用《心之所望》這首歌 跟HBL合作 然後因為HBL是一個 很熱血的一個賽事 那我希望我的音樂 也可以給所有的球員 所有的參賽者 一份鼓勵 然後一份家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追夢的一個人 我覺得追夢是一個很幸福的過程 所以我希望把這正能量透過這首歌 送給所有的球員 所以你自己以前會打籃球嗎 還是你會看籃球嗎 我會請飲料 喔 會買飲料請大家喝 對 會激勵士氣 對 打籃球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被我的 被修理 被蓋火鍋 修理 也是從頭到尾都全程參與 對 這一次我的所有的音樂 都是由我自己去塑造 我希望可以重新刷新 陳詩安給大家的印象 因為很多人對陳詩安的印象 就是一些情歌啦 分手的啦 但是我希望 不管是戀愛啦 結婚啦 更正面的時候 都可以想到陳詩安 所以在音樂上 有很多很多新嘗試 那《心之所望》這首歌 是我覺得非常驕傲的 因為當初我在製作這首歌 我就找了GJ合作 他也是其中一個製作人 然後我們希望這首歌 可以把很多追夢人的一些故事 寫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後來的成果 就是大家聽到這個版本 我覺得是蠻熱血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 成功的把這份正能量 跟所有的人分享 真的希望大家聽的歌 都可以沸騰起來 所以能關注你的臉書 可以看到你最近發了 好多那種正向的文章 就是鼓勵大家 對對對 不管怎麼樣 也是有一點感觸 因為你知道今年 其實算是一個 蠻奇怪的一年 很多的突發事件 那我當下 其實我周圍的很多朋友 都會說我們要及時行樂 但是很多人的及時行樂 可能就是揮霍 或者是去玩或是幹嘛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我想要完成我的目標 因為我覺得 這是讓我最有成就感的 所以《心之所望》 是圍繞在這樣子的一個感觸 然後去做出一個這樣子的感受 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很正面 是 所以《心之所望》這個歌 就是表達了陳詩安 這個2020年面對逆境 是 面對一些困難的事情 要勇敢飛翔 要被打倒 對 勇敢的高飛 逆風高飛 對不對 好 但今天這個單曲恭喜正式上架 聽說有一個好朋友 他就風塵仆仆 對 他不管怎樣 他說 他好累喔 聽說他十分鐘之前 博物館拍外景 然後一秒鐘之後 他現在已經來到了現場 對 聽說下一秒鐘 又要出發下一個 如果我可以送他一個禮物的話 我希望是 我可以送他任意嗎 對 一秒就到詳心之方 對 那不囉嗦也歡迎這位 讓我們心之所望的好朋友 歡迎Sandy 謝謝 珊瑠 Sandy 我的天后 真的 我來了 好開心今天能夠當嘉賓 真的 對 因為那個 Round Down不干我的事 對 不好煮氣 然後唱得好不好 也不干我的事 也是 反正想半天 Sony老闆也不可能牽我 不一定 我就輕鬆 他在做我自己就好了 這樣子 我跟你講 Sony的老闆有時候很瘋狂的 牽我很瘋狂嗎 沒有 他有時候會天馬行動 想說 他可以看到Sandy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有這麼多的歌手 詩安可以幫你稍微提點個幾句 可以 或是我可以跟你合唱還是什麼的 天啊 哇 這樣好嗎 天王天后 真的 你沾光了 蠻開心 我沾光 不過說真的 很多人會很想說 Sandy是主持人 詩安是歌手 兩個人感覺 拼上好像沒有什麼交集 但是 阿特 你們卻是不錯的朋友 對 我們確實沒有什麼交集 我們也沒有什麼友誼可言 真的啊 是他一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來站台 我想說好 然後就馬上跟我經紀人說 把時間排開 他說那個老大 今天一整天是滿的 我說我不管 就中間卡一個信義區而已很快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們前面在那個 豬名美術館 我說沒關係啊 回信義區後面 他說後面在故宮 這麼遠啊 但我已經答應他了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朋友 對 很熟很熟的共同朋友 是他的好姐妹 然後每一次 因為我跟他都有一個共同的壞習慣 欸欸欸 算算可以講嗎 可以講嗎 請說請算了啦 就是我們都很愛買家電 或是家居的東西 因為人家說愛買最划算 不要打廣告 對 因為因為我們很注重家裡的生活 約家生活的小物 乃至於大物 乃至於大家電 小家電 就是這種東西是說 它是必須的 是 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是建立在愛買的 就是應該好東西被設計出來 我們身為消費者 我們應該要感謝設計的人 我們應該要買 對 所以我們兩個呢 就會同時被這位朋友 有提到的時候 都會是 陳詩你不要再買了 你是Sandy嗎 然後他也會罵我說 Sandy你不要再買 你怎麼跟陳詩他一樣 所以是主義躺槍的一種 對 我們就是躺槍二人主 所以彼此都聽到對方的名字 很多很多次了 對 我甚至以為 我跟大家認識十年 你知道就是太熟悉了 一直在生活裡面 都有聽到他的名字 知道他來上我 他第一次來上我的節目 小明星的時候 他一來我說欸嗨 然後我才發現 我第一次看到他 然後我還 嗨 這樣好像很理所當然的樣子 對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的緣分 所以兩個人雙十一 應該都買到爆了吧 還要做什麼 今年的雙十一 我覺得他輸了 因為他工作太拚了 他都在工作 但是我剛好有一點點小小的時間 然後我就買了 你買了什麼你講講 下單下單 說出來說出來 我就買了一個很不錯的洗衣機 然後我就很驕傲的問他說 欸你知道我最近有一個新出的洗衣機 上下成什麼的 兩層的 對 你有了嗎 他說他有 然後我就說 欸有啊 那台上一代我就買了 然後我就說 我又是這一代新的 對 然後因為我還有幾樣東西我想買的 然後我就問他 對 他就問我說 那個衣櫥 電子衣櫥 我說買啦 然後他就說 你連真的買 我說對 他說 好 那那個很厲害 那有摳摳的那個冰箱 你買了嗎 然後我就說 已經在用了 然後我就回答說 我輸慘了 真的耶 所以Sandy真的是超前部署 對 那你有沒有送人家你的氣泡水機 我沒有辦法 你怎樣 我就不會送 你怎樣啦 對 沒有啦 因為其實他真的什麼都有了啦 所以我今天還是有準備禮物要送給他 但這個禮物 我覺得我可以擔保 你家裡是不會有的 有的話呢 會上頭版頭 OK 明白 等一下來揭曉禮物是什麼 但是我聽說這個 Sandy你知道嗎 陳詩安在唱《星之床》這個歌 聽說你是其中他的幻想對象 他想著你唱出來的 怪怪的 Sandy是陳詩安的 在想什麼嗎 陳詩安 對啊 對啊 不是 我在錄音室唱這首歌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對象 很多 陳詩安有很多對象 一個是陳詩安本人 是 一個是Sandy 有穿衣服吧 有穿衣服 有有有有 健康的 然後再來是一些運動員 因為其實運動員 我跟他們也沒有太熟悉 但是我在揣摩他們的那個心情 那因為Sandy在我心目中是一個 很成功很棒的女生 她是一個我很欣賞的女藝人 可以這樣說嗎 是現在公然告白嗎 我覺得也有點 有一滴妙的 對啊 但是你是在想到我的時候 唱這首歌啊 Match 不是 我是唱這首歌的時候想到你 喔 對 然後想著你 想著你去 去完成它 因為他是一個很拚的人 我覺得他靠自己的努力去 去建立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我覺得跟這首歌的整個中心的意境 是很合的 有點勵志的感覺 是是是 所以Sandy沒關係 雖然你是那個 陳詩安幻想這首歌對象的八十幾分之一 是 但是至少有站到一起 有有有有 演藝圈那麼大 對啊 你看他難道有想到郭富城嗎 沒有嘛 所以就是 你的去平中學嗎 感覺自己已經是一個很高端的藝人 是 太厲害了啦 所以誕生出這個新之爽這個好歌 Sandy你來 有送禮物對不對 有 我剛剛有說 禮物我裝在這個盒子裡面 你說一定是陳詩安家沒有的 盒子上還有很多音符 對 所以說因為我可以保證 這絕對是陳詩安家沒有的 因為你有的話真的很詭異 怪怪的 這真的很怪 打開 我也是怪怪小姐 好 那就要開蓋囉 什麼東西 我送給他一個聽證器 我幫你們拿一下盒子 那現在你要幫幫 這個的確家裡不會有 對 對 而且是粉色的 你看我問你 你家有那個量血壓的嗎 我家沒有 OK 你有 一樣 沒有 我是想比一下 對 就是一定要跟他比一下 所以Sandy為什麼要送聽證器 因為她這首歌叫 心之所往 對 所以就是當你不知道 自己的心要去哪裡的時候 戴上它 然後就這樣聽一下 聽一下 來你自己戴我幫你聽一下 來 你戴好 不對 應該自己戴吧 沒有 她戴嗎 那我要拿一下麥克風 OK 所以Sandy就是 你要往哪裡去 然後 你的心在哪裡 然後就這樣聽 然後你就會知道 心之所往 對 然後聽聽 找到了 找到自己的心了 你也可以說 慎之所往 或者說 慰之所往 對 肝之所往 是 氣官 對 肝很好 不要再往下走了 沒有三公 寬骨之所往 對 肝膀之所往 都可以 那因為這首歌是心之所往 對 所以他就聽這個就可以了 重要部位 重要部位 OK 你真的真的有用了嗎 哈囉 你聽聽看 有 我聽到很詭異的聲音 你才詭異 就是衣服跟這個摩擦是什麼 我想想要是不是特別大聲 不會 不會 OK OK 好 那我們幫兩位保管一下麥克風 我們就是 開這個心之所 對 跟這個聽診戲 做一下心之所 應該是 應該是Sandy要聽 我聽 對 你聽 然後陳詩安就自己救心這樣子 對 你自己放在心上 對 心之所往的方向 對 你聽到了什麼 都告訴我們 陳詩安 想要Sandy聽見什麼就往那裡去 對 往上走 往下走 我們都歡迎 來 右邊來看 對對對 右邊兩個人互動一下下 因為他兩個人的親意 是建立在這個可愛的愛滿情節上 都很喜歡讓這個居家環境 更加舒適 更加便宜 來 右手方看一下下 謝謝Sandy 這個禮物別出心裁耶 好 來 左手邊看一下下 聽整聽一下 聽整聽一下 或是士安醫生 你想要聽Sandy也可以 好 兩位先生前方下 前方下方都低一點 好 下巴稍微低一點點 今天真的很謝謝Sandy耶 上一秒在 金山 下一秒移動到心理區 等一下又移動到 故宮是不是 好 真的 好 來 左三 麻煩兩位看一下下 左二也看一下下 謝謝 這個禮物真的 The one and only 好 謝謝禮物收一下 那最後麻煩Sandy 你要給這個士安的發片 還有這個加入索尼音樂的 這個Family一根最好的祝福 好 就是雖然我不是歌手 但是我覺得聽他的歌 總是會有一種溫暖 然後很有力量的感覺 然後不管怎麼樣 其實士安的歌聲 在大家心目中 已經是非常確定 非常有能力的了 那加入Sony呢 當然也是希望Sony能夠祝他一臂之力 然後兩個人一起展翅高飛 祝福他的專輯 也祝福心之所往 大家都要找到自己的新的方向 耶 再次感謝我們這個可愛的主持 謝謝Sony 好 我要去故宮了 我要去故宮拍東西了 謝謝你們 掰掰 謝謝 再約再約 好 再交換一下公務名單 因為還有雙十二 還有雙十二 OK 所以Sony真的很可愛 很公平氣耶 我真的是舒慘而已 怎麼會這樣子 真的嗎 沒關係 我其實在我的朋友圈裡面 我算是最會買的 對 而且是最 就是跟到最追蹤到最前面的 陳愛買 陳超會買 但是就是認識一個好朋友 跟他又是最好的朋友 然後我輸了 竟然輸了 對 我覺得我回去要跟那個朋友斷交 沒有關係 你還有雙十二人還有一個月可以備戰 OK OK 雙十二剛才也要買起來 是 但是剛剛提到過你的天后這個歌 你剛剛在後面有聽阿冠講Credit嗎 很厲害的地方 沒有 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帶大家複習一下 OK OK 但是今天你這個來到了Sony Music Family 我覺得這個家族越來越壯大 所以也是要邀請到這個 索尼音樂的高層 來給你好好的祝福一下 好 所以來歡迎的是我們這個 台灣索尼音樂娛樂的總經理 歡迎Kevin 謝謝 耶 謝謝 耶 恭喜全世界 我們正式的加入我們索尼音樂家族的旗下 可以看到我們只有兩座 哇 一群獎 緩緩的升級 希望呢 神奇安的天后 已經成為了經典中的新年 在這個Sony Music的一個幫忙 聯手家族之下呢 我們希望能夠讓特使 下一步就看一下我們的 天王之路 金曲歌王 慢慢的升級 哇 好大的金曲獎獎座 另外一座呢 換上了這個Sony Music的Logo 好 好 請幫忙看一下下 而且下一步不囉嗦啦 索尼音樂登山隊馬上就要成立了 低幕先爬向山好了 比較簡單 手出桌而已 還好還好 妮妮不要搖頭 你是 小隊長 好 左手邊 麻煩跟雷彎 看一下她左手邊 哇 這個Sony Music的這個 驚喜獎Logo 閃閃爆亮 你說雷彎能夠得幻聰最多的新鮮 好 耶 希望詩蘭有更厲害更漂亮更精人的好成績 Sony Music 陳詩蘭強強聯手再創佳金 OK嗎 好 哇 真的 陳詩蘭的歌聲一直有著非常強烈的個人 跟她的Logo 今天就知道是陳詩蘭 主意無二比較感人的歌 她也希望呢 我們再跟2020年的宣布了 陳詩蘭加入索尼音樂的好消息 接下來就真的要認真努力打冰做音樂了 下一步就是要瞄準我們的金橘獎 OK嗎 好 謝謝 謝謝詩安 我們來推薦 遇上什麼 也太難了吧 好玩 曹 你比高可以先走一下 輕鬆一點 那個好像也算是波高 你比我差不多 好啦 波叔真的很多人有關心 你目前這個新專輯聽說是進度在快點的嘉賓當中 是 報告一下 其實這一次很開心我自己去完成整張專輯的一些鋪排 然後所有的選歌 所有的製作等等的 那其實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在前面想要設定出我想要呈現給大家的這個畫面 那目前已經籌備了一年快一年多了 所以正在改動中 希望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趕快完成 然後也希望盡快可以有完整的專輯給大家聽 好期待這個2020年能夠收到來自於陳山這份非常棒的音樂禮物 也祝福心之爽這個歌今天上架了超級熱邁 大家熱唱起來再次恭喜陳山 謝謝 謝謝 OK 那麼的詩安裡面的照片還要再補一些嗎 來詩安要不要講一下這次加盟所女唱片的心情 覺得很開心因為這是一個很暖的大家庭 然後不管是歌手還有我們的同事們 大家對我的關心跟用心的程度是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的 剛剛是不是有說到就是一進去就開始說爬山在開場 你是要帶領大家是不是 對 帶領大家一起一起 因為我們最近就是有在準備心智所往的一些宣傳 然後當然也會一起開會討論的 那我就想說最近就是山鐵比較難 但是爬山是不用有什麼訓練 就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然後我就建議了不如我們全部都一起爬山吧 結果大家說好 我們去向山 然後我就那個是步道我要去爬山 然後瞬間我就覺得身為一個剛剛進入這個大家庭的歌手 好像這樣回答我的企劃姐姐有一點太嗆了 但是她大多人很好 然後我們也有在討論說有空的話可以一起去玩 所以你的目標是哪一座山啊 因為其實有很多漂亮的山我都沒有去過 之前都比較玩潛水就是下海的部分 那上山是我最近的興趣 所以可以上山下一下 然後我覺得御山還不錯 我很想去看看 聽說很漂亮 我之前有爬過富士山 對對對 然後富士山也是很漂亮 一路就好像經歷了四季 而且我非常的 就是問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就是我在富士山口 我說欸 我怎麼沒有看到熔岩 然後我的朋友們就說 你如果看到熔岩你就死定了 我說喔 原來是這樣子啊 新歌聽起來很正能量對不對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新歌 新之所往其實是給了我很多感觸跟啟發的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今年不算是很很 就是順利的一年大家都有很多突發的狀況 但是我希望在這樣子的逆境 我們應該要更努力的往前行 所以剛好又配合了HBL 高中籃球聯賽去做這個主題曲 所以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更多的正能量 嗯 感覺這兩年啊 因為是兩年之後的新作品嘛 對 這兩年你是正能量的活著還是其實是相反的呢 呃 我活著 沒有 其實我是呃 就是活得滿好 沒有開玩笑 就是因為我其實這兩年也有很多的工作 那只是剛好遇到疫情的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應該要利用這個時間來 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 包括我的目標 然後我最近也養了兩隻可愛的柴犬 然後很多朋友都覺得說你好瘋狂 你怎麼突然間 就是一個藝人會去養兩隻柴犬 你怎麼照顧 然後我就說趁有疫情我在家裡好好教 對 對 所以最近也過得很開心 做音樂 然後希望可以趕快的完成我的專輯 所以買家店應該是最開心的事喔 呃 非常 尤其剛經歷了雙十一 對 對 打到骨折再送東西這樣 在這裡真的有花很大筆 買很多嗎 呃 還不錯 買了洗衣機 買了鍋子 買了蠻多東西的其實 對 所以你買過自己最誇張的事 你自己覺得 我買過最誇張應該是這一次 因為我剛剛又花了快二十萬 買一張椅子 對 然後我的朋友們就狂罵我 他們就說你這個屁股是香精嗎 你 因為那個椅子沒有任何的功能 但是它是一個北歐的設計師設計的 然後是一九三多年設計的 我覺得我很喜歡收藏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也很努力的工作啊 我覺得我想要犒賞一下我自己 所以是要買東西是可以很快決定的還是會猶豫再三的人 呃 我會猶豫一下下 因為我很害怕說我買了之後我家裡裝不下 對 你可能要再買一個家裝 我可能要努力的賺錢住豪宅 對 十個房間的那種 因為我很喜歡單椅 就是椅子 所以我可能就是會很瘋狂這樣 對 最後問一下就是剛剛有記者想問說你的尾牙今年接得如何 呃 今年的尾牙算是還蠻順利的 但是實際都是我經紀人還在接洽中 因為其實現在離尾牙的時間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希望當然就是心之所往的這個正能量 希望我尾牙跟去年前年大前年都一樣非常非常的興旺 許願池啦 許願池 Sandy這次真的是大老魚還特別敢來 對 很感動 你要不要說一下 真的是不是很感動 跟他交情真的有那麼熟嗎 其實我跟大家有一個很奇妙的感受 就是我們的交集沒有太多 可是我們的感覺就是互相給對方感覺好像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就是因為剛好有一個共同朋友常常提起 然後也常常會關心到他最近在幹嘛我最近在幹嘛這樣子 所以也很開心啦他今天可以過來為我站台 然後但是我電器上輸了 所以希望就是明年後年我可以努力一下在家具上可以贏他 可以 謝謝 謝謝